来 关张一把杰克 哎哟 换了一个 这个叫什么 临终骑士是吧 这个皮肤 有一说一这个皮肤 嗯 还行 但是不够帅啊 杰克打分下阵容吧 这边杰克应该是搬了一个佣兵 天赋上面应该是底牌挽留 他没有彩板加速嘛 应该是底牌挽留 看一下 底牌挽留带抗性的 有前锋吗 没有 他就是 那这个抗性就是来针对祭司的洞的 插眼 找到这边的守木人 守木人看乌刃能不能刮了 因为他没有传送的 这里硬要来抓守木人 这刀乌刃如果刮不中 其实这个守木人可以牵制很久 但刮中的话 这里打第二刀打上以后开了隐身 这守木人可能要倒的 这里想骗守木人过板 鸟套上 6秒钟 有那个乌刃 两块板子都已经没有了 但是能把守木人第二个铲子给拖出来 找好一个身位 等 等板子结束 等一鸟结束 好 再交铲 一刀乌刃 漂亮 这两刀乌刃 作为一个我也打杰克的人 我觉得守木人他这个铲子的一个不是很好来打 这边是找到了先知 可以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不是说你打不打得中 而是你看不看得清的问题 就他前面 往前一走 往后一挪 你是很难判断他乌刃 又是一个乌刃 那这里先知人没了 守木人还没有铲子 现在救人成了一个大问题 想要来帮忙穿洞 让这边先知开车走 洞打掉 那确实这里先知开车应该是拦不住了 祭司再打一个洞 跟洞过去乌刃好了 这里要抓祭司 祭司还要穿洞 三洞一穿 直接过河了 从起点到了这边河 过河到了马戏团 三个洞 这边的板子都已经踩掉了 祭司现在没有洞 要吃一个实体刀 乌刃你也好死啊 嗯 节奏还是有点差的 节奏还是有点差的 因为祭司在外面疯狂的爽修啊 这个局就最大的问题是祭司在外面 如果这套阵容里面没有个祭司 比如这个祭司的话 那个条件是我觉得这把杰克是能保平真剩的 或者是能保平的 但现在的话不好说 现在的话不好说 除非这边能打一个守护人救不下来 误人双刀把这守护人给秒了 那还行 要不然的话 这把杰克能保平 但不一定能赢 能保平 但不一定能赢 有机会能保平 因为这边至少就这台电机差了眼 可以干扰一手嘛 好 这边就一刀打 祭司反应有点慢 呆了一下 打一刀祭司 没有能打双倒 呃 基本上这局 杰克的一面就只能看开门战了 他这里不惯祭司反手过来抓守护人也是对的 因为这边有台遗产机 不知道穷者外面会不会重修啊 先这台点掉 机械师这里玩准备贴门 好像还没有重修的想法 祭司现在倒地 这守护人是走不了的 贴刀无人 现在三台机全部在这个地图的半场 看看杰克他怎么来防这个局 目前他保平还是能保 还是有机会能保的 因为这边的电机一时半会是开不了的 他那台遗产出备 对 现在这里重修 对 这边重修 然后重修了以后呢 机械师去救人了 对吧 这边要把这祭司给秒了 二挂 挂上祭司 那这把杰克是保平真身 要不然这边回来防守 哎 不好熟 打一刀 哎 打了椅子 二挂守护人 这边追上去有个蓄力刀的机会 一刀好 二挂 先知 祭司两个人合修 先知那边也在修 反正就是让你舍不了电机 挂的话往先知这个方向挂 那那边电机能压好 介石还能再来救一波人 三人在场的开门战 四人在场的开门战 介石娃娃还贴的门 赶走 这一手挂这边有点亏啊 如果挂到那个刚才 就是祭司和介石修的那一步 那个地方还行 巫人又没打中 那四人在场开门战应该是确定了 人的救下来的 救下来以后 哎 还吸火鸟 帮忙扛刀 一刀打 打在介石身上 电机点开 守木人 这里是满血 找祭司 有这个局平都平不了啊 有点难平的 误刃 能不能挂死 挂死祭司这边的门应该是堪堪能点开 因为没有传送 守木人这边介石的娃娃门也点让了好像 先知这边往 哎 先知这个走位好像有点意思啊 这个先知这个走位可能要给机会 这先知 不会是个薄命先知来救人了吧 没有薄命 没有薄命还一切尚未可知啊 没有薄命的话还真不好说 地窖也不在这里 那先知往这个方向走 有点尴尬了 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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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传送呢 翻版 加个速 往前冲 传送 来 这里其实等级是飞天就好了 他其实可以看见血线 等级是飞天 然后这刀雾刃什么的 诶 扎头 完了 这应该是没了 诶 吸出个鸟 哎哟 还要放一只鸟 嗯 捷克嘛 本身就比较难打 其实打打的已经挺好了 但是因为这把就是他干扰出来是干扰一些电击 但是没有干扰到机械式的电击 这个是最伤的